在往事里来回穿梭 农民细心照顾的是过去曾经种在 海拔两千两百公尺 阿里山上的滤金 山葵 阿里山那种芥末是很冷 在喝半茶的湖上 然后政府说大困要太多 最好阿里山芥末真正都没完 我才想说这样做一个中海拔 我们中的那种不清理 为了保护山林 阿里山山葵成为绝响 农民转向中海拔地区赋予山葵 过程超健新 这已经专注了一个品种 到我才像这样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芥末是 12种品种里面 算数的其中两种 这两种里面有五分 你来看这个它的冠是黄色 我们以前叫做黄冠 它本不清理的名字是真正品种 这种我们又叫它青冠 它就是岛根 现在岛根3号已经是三百了 娇贵山葵常常碰到夏天就阵亡 价格相对高昂 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民众平常吃下肚的芥末可能不是山葵 消费者吃的是辣根 因为它很便宜 而且在平地什么地方都可以种 种起来容易 而且它的价钱很低 一公斤才几十块 那我们的芥末现在 台湾有人卖到五千 日本进来的是九千 顶级美味让韬客趋之若鹜 业者也引进日本技术推出便民商品 让消费者不用辛苦自己磨 轻松享受山葵好味道 还获得嘉义县服认证 有限标章 那位是台北嘉义综合报道 YK